哈囉大家好 我是AKA厨藝界周星哲 阿翔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道 翻香辣牛骨 店裡都是拿這個牛骨去熬湯 再來製作這道料理 牛骨一般比較難取得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用 豬肋骨來做代替 已經先拿去煮湯了 你就可以直接來做後面烹調的動作 今天是用生的牛肋骨 所以我們先用煎的方式 先把它稍微熟化一下 加一點油在鍋中 牛肋骨先放下去稍微煎一下 我們先用大火去煎 5分鐘至10分鐘左右 基本上兩面就會煎完了 呈現金黃色 然後再來做下一個烹調的動作 把我們的牛骨先從鍋子裡面取出 現在鍋裡面有一些 剛才煎完剩餘的牛油啊 還有橄欖油 這時候來做我們的爆香跟炒製的動作 辣油 蒜末 花椒 乾辣椒 先爆香一下 香氣又出來 這時候我們開始下大豆瓣醬 裡面會帶一點點麻油的香氣 一起炒香 我們下蔥白的部分 然後把它爆香 充滿它含水的水分比較多 它蔥的香氣也會比較濃郁一點 這時候可以下調味料 先是用這個古早味的金豆醬油 香鍋的香氣會比較足夠一點 再加一點糖 少許的白胡椒粉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牛骨 放回我們的鍋中 米酒也下多一點點 煨它一下 加一點玉米 會有不一樣的甜味在裡面 年糕可以增加一點醬汁的濃稠度 也會有一些澱粉 豆皮去吸收它的湯汁 然後吃軟爛一點 你可以再蓋上鍋蓋 讓它用燜的 汁都收的差不多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來下蔥段 把椒片 快起鍋的時候 把我們的檸檬醇加進去 多一個果香氣在裡面 攪拌完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最後再灑上一點香菜 白芝麻 酸香辣牛骨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 剛入口的時候 會是比較酸甜酸甜的口感 那後面開始會有一些 辣椒的香氣 有點醬油的香氣 喜歡這套料理的朋友 幫我們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